这是一起号称河北平乡最凶残最无下陷的刑事案件 独居女子在自家卧室被人残忍杀害 期间更是被凶手用菜刀挥砍40多箭 这到底是有多大的仇呢 第一反应就是 其他这件事 我干30年 第一次见到这么残忍的线 血肉模糊 看不出投刑来 原本很容易侦破的案件 警方却历经一搏三折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凶手的杀人动机竟是这样 难道男人真的只有成为一张照片才会老实吗 时间 2015年4月17日 地点 河北省邢台市平乡线 当天中午 邻居来到李美琴的家 打算请他去自家吃饭 当他来到李美琴的卧室时 眼前的一幕让邻居终生难忘 李美琴躺在一片血泊中一动不动 还没来得及是裤子的他 赶紧报了警 很快 当地公安局来到了案发现场 现场位于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里 而死者李美琴正好在卧室中 经过技术人员的初步勘察 李美琴全身有40多处刀伤 20多处钝器伤 几乎没一块完好皮肤 尸体旁的那把菜刀正好是凶器 通过李美琴家人的辨认 这把菜刀正是自家厨房的 除了主卧有大量血迹 连客厅都有大量擦蹭和滴落的血迹 其中一个变形的电热水壶引起了警方注意 难道死者身上的钝器伤是由这个电热水壶形成的 随后警方又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光脚足迹 虽然不清晰 但警方确定这是一个男人留下的 寻着足迹 侦察员来到刺卧门口 看到该门有明显的灯踹痕迹 经过前期的勘察 警方做出了一个大胆猜测 凶手和李美琴首先在客厅发生了打斗 期间李美琴被凶手用热水壶多次殴打 招架不住的李美琴只好躲在刺卧中 从而招来了凶手更为凶猛的踹门 可已经安全躲在刺卧的李美琴 为何还会死在主卧呢 带着这些疑问 侦察员对刺卧的门进行了勘察 他们首先在门内发现一个很小的带鞋掌纹 这可能是李美琴进入刺卧关门时留下的 同时在门锁边 警方还发现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指纹 难道这也是李美琴留下的 经过前期勘察 警方得到了一枚穿鞋脚印 多枚光脚脚印 其中最重要的还得到一枚清晰的指纹 通过后期的比对 这些物证都不是李美琴及家人留下 很有可能是凶手留下的 得到这些关键线索后 警方需要确定该案件的性质 通过前期的勘察 侦察员发现死者生前所带的黄金首饰 并没有被凶手拿走 同时家里没有出现翻箱倒柜的迹象 警方排除财杀的可能性 那会不会是仇杀呢 随即 侦察员对李美琴一家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走访调查 李美琴和自己的丈夫 在当地开了一个工厂 近期自己的丈夫才去山东做更大项目 平时这一家人老实本分 深受村民的喜爱 听到妻子李美琴遇害 其丈夫也是第一时间赶回了家 通过对丈夫询问了解 妻子李美琴本分老实 根本不会与他人出现不正当关系 因而 警方很快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 把这起案件认定为入室强奸杀人 由于案发现场并没有出现门窗被敲 围墙被翻越的现象 警方把凶手指向了熟人 那这个熟人又到底是谁呢 没多久 法医的检测有了结果 通过对之前留在现场的足迹进行验证后 法医认定凶手是一个身高在1米72左右 形态偏瘦的男子 而死者李美琴的死亡原因是大量出血休克而死 死亡时间在17号凌晨1点左右 平乡有着4000多人 要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凶手 如果凶手不是本地人 那岂不是要去大海捞针 正当警方无从下手之际 他们看到了村中的监控探头 或许这里面有着警方想要的线索 通过一段时间的排查 警方还真的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疑点 在案发当天的凌晨12点30分左右 一个翻斗车在监控探头下停下 之后下来一个人在周边转了一圈 最后就开车向死者家方向开去 之后再也没有在监控画面中出现 经村民的辨认 此人是当地居民 名叫张友才 42岁 身高1米72 体态偏瘦 这不正和法医之前描述凶手体态相似呢 同时通过对张友才的社会关系调查后发现 张友才与死者李美琴是熟人关系 那他会不会是此案的凶手呢 警方第一时间请张友才回派出所喝喝茶 喝茶期间 张友才告诉警方 那天晚上自己是因为车胎爆了才停下 想着晚上要出去拉火 就把车开回了家 并在家里进行了修补 然而 经过侦察员调查 张友才根本不会修轮胎 而且张友才父亲是当地有名的修轮胎师傅 那他为何不找自己的父亲修轮胎呢 张友才做出的解释是 半夜不好打扰到自己的父亲 当天晚上也没修好轮胎 就自己回家睡觉了 张友才的说法漏洞百出 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加上当天其妻子并不在家 无法作证他无作爱事件 张友才的嫌疑逐步上升 为了验证他是否是真的凶手 警方采集了张友才的指纹信息 通过对比 他的指纹信息和案发现场的指纹信息高度吻合 警方加大了对张友才的询问 可这时的张友才还是坚称自己没有杀害李美琴 那个指纹也只是自己去串门留下的 的确 一枚案发现场的指纹并不能就可以判定张友才是凶手 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才能证明张友才是否清白呢 这时 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想到了一个办法 之前他们已经把全村的监控视频调取过来了 何不通过监控来调查下张友才在案发当天的活动轨迹 其中重点观察他的衣服更换情况 因为凶手在作案后肯定会把自己的衣服换下 4月17日也就是案发当天 早上6点多钟 张友才来到了自己打工的工厂 通过对工厂的监控进行查看时 警方发现张友才在案发当晚穿的衣服和早上穿的衣服不同 随即 警方对张友才的家进行搜查 可让人遗憾的是 警方在其家中搜出了他所有的衣服 一共三套 每一套都没发现可疑血迹 虽然张友才有嫌疑 但这些证据也不得不让警方将他从重点嫌疑中排除 看样子 凶手另有其人 可他又是谁呢 侦察员对案发周边的村庄继续进行走访调查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查李美琴的熟人 很快 一个叫王天成的村民进入警方事业中 王天成是死者丈夫的司机 和死者一家很熟悉 他的身高有一米七三 体态偏瘦 很符合之前的凶手刻画 通过对村民走访了解的 王天成是一个很爱喝酒的人 其家人都管不了他 唯独只有李美琴能管的 每次他一喝酒 就会被李美琴殉制 而且在案发当天 王天成还和村民一起喝酒的 为了能了解到相关情况 警方找到了王天成 可面对警方的到来 王天成显得格外紧张 他的手脚不停抖动 脸色十分惨白 这说明他心中有鬼 在对其4月16日的行踪进行了解时 他只是说白天和几个村民在一起喝酒 晚上就回家睡觉了 通过村民的证实 王天成当天白天的确在和他们喝酒 可晚上王天成是否回家睡觉 他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好多特征都给当时咱们刻画的对象 比较相像 他的嫌疑是一点的在攀升 与此同时 负责查看李美琴的通话记录的侦察员发现 在4月16日晚上11点多 李美琴和王天成曾经有10分钟的通话记录 就在通话后的两个小时内 李美琴就遇害了 这难道是一种巧合 警方向王天成求识了这件事 可他坚称自己当天没有和李美琴有过通话 还拿出手机给警方看自己的通话记录 警方一看 王天成近期没通话记录 显然 他在之前就把通话记录删除了 撒谎只能说明王天成有事瞒着警方 并不能说明他就是凶手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警方对王天成16日和17日所穿衣服进行了调查 结果发现 这两天他也换了新衣服 甚至还换了新鞋子 在农村 没有特殊情况 村民根本不会突然穿新衣服新鞋子 那王天成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换新衣服和新鞋子呢 难道他就是凶手 警方来到了王天成的家 要求他拿出案发当天所穿衣服 王天成指着屋外晒着的衣服说道 那就是 在询问他为什么突然穿新衣服新鞋子时 他也只是说 当天要去参加亲戚的婚礼 所以才穿新衣服 这一切的解释貌似合理 加上法医对张天成的衣服进行勘查后发现 这上面根本没理美琴的生物剪裁 这说明王天成没做案嫌疑 一条关键性线索又一次断了 案件一下子就走进了死胡同 时间一转眼就过了20多天 警方排查完村里所有可疑目标 之前认定能实施强奸犯罪的凶手 大概在18岁到50岁 可查了这么久都没找到 难道这个凶手的年纪比50岁大 难道一个花家老人还有这种犯罪心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的这个身体水平也在提高 也就是说60以上的人性侵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侦察员 因为在之前的走访调查中 他们从村民口中了解的 一个叫张永民的男子 平时很好色 形态也和凶手特征相似 只是年纪为65岁 当时就把他排除了 得知这条信息 侦察员对张永民进行了秘密调查 原来张永民之前是李美琴工厂的保安 和他是比较熟悉的 现在的他为了轻松 来到了另外一家工厂坐门位 随后 警方调取了该工厂4月16日到17日的监控录像 通过查看 警方发现在4月16日那天晚上 张永民值班的屋子一直亮着灯 而在另外一个监控中 警方发现在4月17日的凌晨2点30分 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从案发现场方向向张永民所在的门卫厅驶去 大约两分钟后 门卫厅内有黑影晃动 通过对工厂负责人询问得知 那个时间段 只能是张永民在门卫厅 种种迹象表明 张永民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警方决定对张永民的住所进行突击搜查 不久后 他们在其床下发现了一双鞋 这双鞋的鞋底花纹与案发现场找到的足迹极为相似 虽然这双鞋已经被清洗过 但仍可以看出有人穿着它做了坏事 通过法医对鞋子的痕迹进行DNA检测发现 鞋底上残留有李美琴的血迹 案发后的第25天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永民被缉拿归案 一开始 张永民还是百般抵赖 可在面对警方拿出的铁证 张永民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张永民供述 在4月17日的凌晨1点 他用钥匙打开了李美琴的大门 然后头戴毛巾进入李美琴的卧室 可由于动静大吵醒了李美琴 两人因而发生了搏斗 期间李美琴更是将张永民脸上的毛巾扯下 做贼心虚的张永民拿着电热水壶 追着李美琴就是各种殴打 为了逃命 李美琴只好躲到了次卧并锁上了门 张永民多次试着踹门 可还是无济于事 他只好对着李美琴说 自己错了 让李美琴不要和自己这个长辈计较 一边口里说着道歉的话 一边捏手捏脚地来到厨房 一段时间后 李美琴以为张永民已经走了 就打开了房间 可等待着他的事 一个拿着菜刀的张永民 害怕事情暴露的张永民 将李美琴逼到了卧室中 然后用菜刀杀害了李美琴 而这一切 只是因为张永民觉得李美琴年轻漂亮 即使自己是他长辈 也时刻在贪图李美琴的美色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张永民两年前就开始准备 之前在帮李美琴修房子时 他就拿走了他们家的钥匙 这也是张永民为何在作案时 能轻松进入房间的原因 前几年 由于李美琴的丈夫一直在家 张永民无法找到实际 直到李美琴丈夫离家到外创业 张永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从而发生了后面的事 到此案件真相大白 而之前张友才和王天成的种种不正常表现 也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与死者李美琴很熟 害怕因而让自己惹到麻烦 所以才做出混淆警方办案方向的事情